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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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灵提出这两条路线以后呢 也用这样一个哲学基本问题解答了 对感觉做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说明 对感觉做了一个唯物主义说明 那么这个唯物主义说明呢 我们说了它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对感觉的起源做了一个说明 就是讲它的这样一个物质基础的起源 也就是感觉这种起源啊 在这个从它的这个进化的角度 生物的这样一个角度 也就是用当时的这个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成就 来进行认证 第二个呢就是从认识认的角度 第一个从这个利用自然科学啊 可以说是从本体认的角度来认证 认证到这个感觉的这个医院认 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从认识认的角度来解答 就是说感觉的本质是什么 感觉的本质是什么 就感觉了它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就是从认识的角度说啊 感觉它是一种认识形式 它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然后呢既然它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所以它在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当中 你们可以看啊 它是一个中介 就是说如果说物和思想 一个是这个物质的存在 一个思想的存在 那么感觉啊就是思想的一个环节 就是从物到思想的一个环节 所以呢它又是一个桥梁 这样是一个中介 这是它对感觉的说明 那么正是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 正是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 所以呢它对马和主义的 这样一个感觉论的主要学说 进行批判 那么马和主义感觉论的主要学说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的 第一个方面而直接研究第二个方面 就是它不解答 当它提出据策形而上学的时候 它是怎么了 它不解答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它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说你说有一个物质的存在 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存在 这一点对于认识的人的研究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当它在据策形而上学的时候 不仅据策的是一个物质的 这样一个物质实体的 这样一个形而上学 同时也把精神的实而 形而上学也据策了 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什么 在不解答 就是说认为啊 应该据策哲学解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来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那么这个学说 这样一种学说啊 它具体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就是感觉论的三个方面 一个是要素论 这是马合提出来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原则同格 这是阿芬拉牛斯提出来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倩如说 倩如说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 这个分析了这样一个要素论 那么要素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说马合啊就认为 就说感觉就是要素 感觉就是要素 但是不是所有的要素啊 都是感觉 不是所有的要素都是感觉 这样呢它就把这个要素啊 做了一个区分 那就说什么样的要素是感觉 什么样的要素不是感觉 它把要素分为两类 一类呢就是讲的物理的要素 也就是说一个物质对另外一个物质之间的这样一个反应 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什么的物质的要素 物质的要素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样一个物质的东西对于人的感官 反应刺激到人的感官以后所引起的一种反应 所引起的心理的反应 这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说讲的是物和心的关系 就是说前面呢 讲的是物和物的关系 比方说这个火 它能产生什么 产生热量 火能产生热量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物理的现象是吧 从一种物质转化为另外一种物质 那么这一种呢它是一种物物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呢 它说这叫这个这一种要素啊 叫物的要素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物和心的关系 就是物理的东西 颜色这个刺激到我的视网膜 然后呢我的视网膜呢 就产生了一种对这个物的这样一个印象 颜色的这个印象 火烧到了这个人的皮肤 那么人的这个皮肤啊 就会感觉到烫 就会感觉到烫 那么这个啊 它就说是什么 是物啊 和心理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物和心的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呢 这一种呢就叫感觉 就是它引起了人的 人的一种主观的东西 也就是客观的东西和这个主体之间呢 发生了关系以后 产生的一种感觉 它这一种要素呢 就叫做一种这个感觉 这样一种感觉 而物和物的关系呢 就不是感觉 就不是感觉 这样一个区分是什么啊 这样一个区分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讲物和物的关系 就是列宁批判了她说什么呢 物和物的关系是不是承认 这个物是不依赖于人的感觉可以存在的 他们自己都可以进行能量的转换 是吧 那么物对心的关系 物对这个人的心理 对人的感觉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说客体和主体之间发生的关系 那么这一个关系呢 是一个论识论要解答的问题 这个关系呢 实际上是什么 哲学基本问题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 所以列宁就说 这个马和啊 当他在承认这个要素里面 有一个物和物 就是说有的物的要素的时候 有的物的要素的时候 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但是呢 当他认为了整个认识论只能 就是说真正只有物和心理才是感觉的要素 才能归为感觉 才是感觉的要素 而物和物呢 不能作为感觉的要素的时候呢 他又在抛弃了这样一个 这个物质前提 所以呢 他就又走到这个唯心主义 最后陷入了唯我论 唯我论 那么我们从这样一个 面临分析问题的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他和哲学基本问题的 这样一个思路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 他认为马和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要素论呢 分为两个层次 而在这两个层次里面呢 他把这个层次啊 选择起来了 就是认识论 物物的这样一个要素 物物的要素 也就是说物的要素 对于感觉是没有意义的 你认识论呢 只能研究感觉的要素 也就是说 心的要素才是有意义的 前面呢 对能的 就是说 他作为认识对象呢 是没有意义的 而这个作为认识的对象 作为一个认识对象 他才是有意义的 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这样一个层次的划分 对于要素的层次的划分 其实和巴克来讲的 就是说 这个感觉 就是说感觉的东西啊 才是 就是说我可感觉到的对象 才是认识对象 我不能感觉到的对象 就是说哪怕它是存在的 它只是一种实在的存在 是一种常识 而不能进入我的认识 不能进入我的认识 所以从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列宁所说的 从感觉的维新主义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都是拒绝 他之所以走向怀疑论 走向维新主义 他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拒绝回答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问题 而直接进到哲学第二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问题 来解答认识论的问题 来解答认识论问题 这是两个最基本的 这样一个区分 那么列宁在这个地方啊 在批判了原则同格论的 要素论的时候 也以同样的方式 批判了阿芬拉牛斯的原则同格 和原则同格论和嵌如说 所谓原则同格呢 就是指的自我和环境 不可分隔的相互联系 就是为什么他说 在认识当中啊 自我和环境是不可分隔的 自我和环境是不可分隔的 他就认为 在认识活动当中 认识和环境啊 总是我们 就是说这个自我和环境 总是一起被发现的 就是说你要这个 对这个看得到的东西 做一个完全的描述 也就是说 我们要对我们发现东西 做一个描述的时候 既不能这个没有环境 没有环境就没有对象 然后呢也不能没有自我 也不能没有自我 那么这个自我呢 是一个中心向 是一个中心向 而环境呢是一个对立向 对立向 那么这个对立向呢 是一乘于中心向的 也就是环境是依赖于自我的 如果没有自我 如果没有自我 他说如果没有自我的话 如果没有自我的话 那么这样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中心向 没有这个自我的话 那么你这个认识啊 也就是不能分开的 也就是不能分开的 那么聂林就认为 他说阿芬拉尼欧斯啊 他的原则 这个同格论啊 是以不同的方式啊 表达了巴克莱和菲希特的学说 表达了巴克莱和菲希特的学说 就是说当他说环境是由自我规定和产生的时候 就否定了唯物主义的反应的原则 也就是说否定了物 环境外部世界 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自我和任何能而存在 所以他是唯心主义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和 和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思想和说明 是不是和要素认是一样的 在结构上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认为为什么要 一定要这个自我 这个自我中性向 他一定是为主的 而环境是依赖于他呢 这就是说 他是在认识认的角度来讲的 我在认识认当中 凡是没有经过我主体加工的这样一个对象 他不能呈情为我的对象 不能呈情为认识对象 当我去我这个认识啊 我能我只有看了他 我去把他提出来 从这个环境当中 从大的东西里面 就是说或者从整体的一个复杂的对象里面 把他抽象出来的时候 我才能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是吧 任何一个科学都是这样的 我们要去做一个实验 做一个物理的 哪怕是物理的化学的实验 那么你一定要把他和他的环境 把他分裂出来 把他作为一个对象 来进行研究 进行研究 那么这样一个抽象的过程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的对象和他的 就是说你这个对象的这样一个提取 研究对象的一个提取 一定是和你主体经过加工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相联系的 是相联系的 这一个在认识认的这个说明上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列宁说他否定在建立环境和自我 也就是说你的对立项和中心项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的时候 你否定你这个环境可以有一种在这个他作为你对象之前有一个不一成于你的自我而存在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特性 这样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否认了物环境和外部世界 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 就是说你首先是否定了什么 哲学的第一个基本问题 你没有解答哲学的基本问题 而是直接跳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两个对于这个要素论和原则同格论的这样一个 一个念灵的一个批判 我们可以看到和哲学这个和这个认识路线的两条认识路线它的一致性 为什么呢 它始终啊 就是抓住这个两认识论的两条路线呢 来进行分析 来进行分析 那么这样一个分析呢 在嵌入所里面 这是这两个都是讲 只讲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不讲哲学的第一个方面 这是对他们的批判 那么嵌入所呢 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的成果 来批判他们对第一个 这个哲学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 据策的一个不 这个 它的不科学性 就是嵌入所 它是这个阿芬拉牛师提出来的 那么他提出来的这样一个观点呢 主要是对思想是头脑的机能的观点的一个批判 一个批判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这个思想是头脑的机能 也就讲的 这个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是一个什么 当时这个生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本观点 就是说思想的东西啊 它不是一个抽象精神的东西 它是和你这个脑的这样一个结构啊 它是相关的 它是一个什么 也就是说你脑的一种功能 脑的一种功能 也就是说思维 它是以这个脑为物质依托的 为它的物质依托 如果没有脑 你的思维从哪来的呢 思维从哪来的呢 嵌入所的内容呢 就是就是否定这个 为什么这个马和 阿芬拉牛斯 他们要否定这个 就是说思想是头脑的机能的 这样一个观点啊 一个观点 我把它的这样一个基本思路讲一下 我们说了 马和主义的感觉论 它是什么 它是心理学 它是心理学 而不是生理学 这个心理学的论识论 和生理学的论识论 它是两个层次的论识论 这个生理学的论识呢 它是建立在巴普罗夫的 生理反应论的基础上的 所以生理学的论识呢 它是一种反射论 是吧 它是反射论 我神经外部的这个事物 刺激到我的这个身体 那么我就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感觉 就有了一个感觉 我就有了感官 那么同样的 我的头脑的思维 我的头脑思维 这个巴普罗夫我们说了 能有第一反射系统 第二反射系统 那么第一反射系统呢 和动物是一样的 就是说都是对外部世界的感觉 但是能有第二反射系统 这个你们学了心理学的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语言形成的 它是通过语言形成的 所以这样呢 它就是把整个的这样一个 能的思维啊 建立在对一个生理 能的生理机制的一个说明上 特别是把这个认识认啊 归于了脑的机制 归于了脑 但是心理学的认识认 心理学的认识 它不是一种反射认 它不是一种反射认 如果我们后来发展 这个皮亚杰的呢 就是典型的是什么 它是一种啊 功能的学说 它不是一种实体的 如果这一个 它是以这个为基础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整体认的 如果反射认 我们可以看到 它表现为什么 它是一个从物到心的过程 而它呢就表现为 整体的表现什么 不和心之间啊 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所以呢这样呢 它就说 能的思维 包括后来发展的 这样一个心理学的认识 它就证明什么 它说实际上能的认识啊 不仅仅是头脑 它是一个整体的 这样一个生理运动的过程 只有当你的整个精神状况 进入一个最好的 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的头脑才能思维 如果要是你的 你说仅仅有头脑 但是你整个的人的 这个身体的状况 不好的时候 它是不能思维的 就是说这个神经 神经中心的系统 如果它不处在一个 兴奋状态 它是没办法进入思维的 没办法进入思维 所以呢它就 它就强调什么 它是一个整体的现象 是一个新的 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 为什么这个阿芬拉牛斯啊 要反对说 思想是头脑的机能 这样一个观点 因为这样一个观点呢 是这个 这个反射论的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 是在生理学的 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而他们的认识论 而他们的认识论呢 是在什么呢 是在这个 心理学的层次上发生的 所以他就认为 这样一个说法是不对的 所以他就说呢 呃 我们的头脑不是思维的工具和器官 思维也不是头脑的产物 甚至也不是头脑的机能和一般状态 所以他说你不能把它和头脑联系在一起 把头脑看作是思维的器官 把思想看作是头脑的机能 是自然科学的拜无教 是把思想放进了头脑 把看得见的东西 放到人的里面去了 放到人里面去了 就是说 这个思想的东西 你怎么能够放到这样一个 呃 放到人的头脑里面去 你放不进去的 思想东西你怎么 你是把它嵌 嵌进去的 所以他就是一种嵌如 是一种嵌如 那么聂林呢 就就认为啊 就认为他就通过他反驳 就说你讲的这样一个心理学的东西啊 实际上呢 你是否认的 不是说 聂林认为 他们不仅仅是否认的 生理学的这样一个认识认 认识认 而是说 你在否认思想是头脑的机能 否认感觉是 人的中枢神经的机能的时候 实际上是破坏了唯物主义 而否认了生理学 最起码的这样一个真理 最起码的真理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否认了 这个生理学是 这个人的思维的 就说 生理学意义上的头脑 是这个思想的一个物质基础 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所以他说这个学说呢 在原则上 违背了自然的世界概念 把实在环境的组成部分 变成了观念思维的组成部分 否认了主体以外的客观存在 思想以外的物质存在 不依赖于我们感觉的 外部世界的存在 在这些时代的物质 剩下的物质 来实在有个温暖的物质